这是美国之音,又签了这个…… 对不起,我们调一下,现在就这个…… 好好好,我们没有像郭文贵那样掌握国内高层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那些黑幕, 但是我们呢,有海外媒体的这些黑幕和进展,所以这方面的料啊,是我们的专长, 所以我们现在要跟郭文贵先生,我们要比赛八分,比赛接黑,倒计水接得很厉害, 当然我们主要是,重点在于海外的这些媒体。 很多人以前认为,海外媒体啊,反共很有力,主张人权很有力, 实际上,通过郭文贵时间之后发现,很多都是两头通吃的, 很多都是小,骂大帮忙啊,这个就是问题非常的严重啊, 从那个伯胸啊,包括美国之音啊, 或者他前骚啊,这些事件都表现出来了。 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会重点谈一下,呃,这个,呃,前哨,香港的前哨和伯胜的问题啊, 因为前段时间,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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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哭流泪,来揭露伯胜的黑幕啊, 啊,引起整个海内外光众的强烈的一个反应。 啊,但是他也因此受到他们一系列的打压。 啊,这方面我们是今天的重点。 啊,另外美国之音的事件也在继续的发酵, 我们也,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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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美国之音台长阿德曼也在写一篇文章 你对这两篇文章怎么看 美国之音事件不断的在发酵 因为郭文贵的事件暴露出美国之音存在很大的问题 违背了新闻的正义 违背了言论的自由 是美国新闻史上的一个耻辱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的高层一直不纠正它的错误 它一直坚持错误 就是认为他们一直是 一开始就是说一个小时的直播 但是郭小夏女士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就披露了这个事情 的的确确是高层 因为受了中国政府的压力 北京的受了外交部的压力 华盛顿的受了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压力之后 改变了决策 甚至这个决策根本不是以前我们说的一个小时 还是15分钟 就是他们这个台长副台长 他们这个决策团队决策 就是说我们准备直播15分钟 当时郭小夏没有同意 所以他在华尔街日报呢 把这个事情呢给讲了出来 这个事情也说明了就是 美国之音牵扯的两个问题 我一直强调的 一个就是决策层的问题 一个执行层的问题 很多观众呢只看到一个执行层 就是郭小夏好像在直播的过程中 有些很别扭的地方 在执行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更加要追究的是这个决策层 到底谁决策 要把郭文贵的直播 三个小时变成一个小时 甚至15分钟 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个东西呢 一定要追踪 我看到另外一篇 就是毕业歌姿 这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 资深的专门作家 经常抱一些黑幕 而且跟美国的情报部门呢 军方都是很有关系的 他对郭文贵的美国之音这个事件 也写了一篇文章 里面就谈了这个国会的看法 国会认为就是 VOA美国之音的这些做法 需要改变 再一个是 根本就是已经触及到了 美国的国家的这个安全 所以由毕业歌姿来发表这篇文章 就说明了美国之音的事件 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位置 不仅是国会 可能FBI、CIA也正在调查这个事情 至于他那个美国之音的台长 高层他们继续发文呢 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一个错误 不诚实地交代自己的一个问题 这方面呢 我觉得肯定又水落石出的一个地步 这个方面我们还会继续地追踪 目前呢 还处在一个僵持状态 那几个比停职的员工 他们还是在接受调查 他们自己也向媒体 还有向国会各方面也正在声援 要求清白 所以美国之音的事件呢 还会继续地发酵 不过赵言最近呢 我就看到这个香港有个杂志 在这个整个分面上 把你放在这个李克强那些人的这个上面 不会写了个标题呢 真是这个让人非常的气愤 说是这个民运小混混赵言 怎么怎么 我看到之后 如果是我 我简直就是要路发重关了 这个背景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呢 就是韦石去了这个香港以后 找他的这个利益输送者 刘达文 然后把这个刘达文在香港 看到了我在视频上 是怎样的谴责 建立妄议 怎么要把钱金的钱 钱哨 改成了有钱就吹哨 这么一个黑杂志 对 这个吃完圆盖吃背盖的黑杂志 他们在一起商量完结果 那么现在他的这个 前创杂志博客上发了这个文章 民运小混混 我也不是民运的人 我跟民运混什么呢 没什么好混的 但是呢 作为他 我揭露了他们的黑幕之后 他要这个 殊死的这个反击 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六四 六四的这个黄雀行动的 那个执行者之一 要抬高自己地位 在香港没有人敢这么说 这个刘达文 是吧 因为他们这个 前创杂志 这杂志里在香港多少 还能卖的三万本五万本 多少有点 有点这个大陆的人过去买 当地人没人看 对 有钱人没钱人都不看 都是大陆人看 对 就编一些故事 就骗大陆人 他自己说 他的杂志可以影响到北京 影响到中南海 有些文章是可以影响到的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十年前呢 就是2016年17年的时候 他登过一期杂志 把我上了封面 去做了一个很大的照片 这次呢 我又上了封面 但是这次 没把我这个 放上照片 那次呢 是我被抓 被胡锦涛抓 因为我揭露胡锦涛 沙班辰 胡锦涛在中共体制内 有多么残酷 有多么腐败 所以呢 他现在把他参考 在我出监狱之前 把他参考 干掉了 都是你 盼了两年行 对 我盼了三年 盼了三年行 现在的这个 包括西诺 还有韦时 好多人都问我 说韦时写了一个人 说是原来是军情局的 后来转到这个总政部了 完了又进了国安了 可能人家都打电话问我 我那是一天兵也没当过 小时候呢 因为这个我父亲当过兵 小时候呢 是希望当过兵 自己当过兵 但是家里 那时候小时候身体不太好 有一次招这个小兵的时候 那个同学都报名 我也想去 但是家里都同意 所以这个唯一一次当兵的机会 就没有了 那事后呢 工作了 那当了警察了 这个是 他怎么说 说我是 军情局 大陆没有军情局这个词 只有总参二部 三部 就是 那台湾军情局 我更没关系了 是吧 那他这说 现在就是 混淆是兵啊 对 完了又说 这个最后从总政联络部 又转到国安局 哎呀 我就说无论是韦石还是西诺 还是刘达文 你们要真找着这样的证据了啊 金情局 那个给我的任命书 刘刚给我任命成上将啊 有偶尔还给我降练官鞋 弄个中将 完了这个 给这个好多人都改成少将 什么大校之类的 你们哪怕找到我上校的证据啊 一定尽快的把原件交给我 一个是 二部也罢 三部也罢 把这原件交给我 第二呢 就是说到总政联络部 也把原件交给我 第三呢 到国家安全局 说我这 投靠了这国家安全局啊 我不知道 他最后说的是不是我 如果说的是我 也把安全局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天表 你不得入党吗 你不得那个 穿警服吗 把这些东西都 都给我拿来 都给我拿来 你在中国的各个情报部门都 对 对 对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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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身份了 每个情报部门 那个 他们的 战略伙伴呢 就是王新亮和张宏伟 王新亮跟张宏伟很好啊 张宏伟在这个国务院 这个信访局 在这个 中纪委造谣 说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也把这个证据给我 完了我就把这几家单位 统统都起诉了 你们还没给我任何劳务费呢 你说就让我干了这么多事 你们也太抬拒我了 那我再挨个要 先从美国中央情报局要 CIA赶紧给我拿经费吧 工资劳费都拿来 总参是二部三部 还是总政联路部 还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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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部 赶紧把工资都给我 我这一下不就 多少也弄点吧 是吧 省了他们总说我 又看上郭文贵钱了 刘大伙你真是不要脸 你拿了王新亮那么多的钱 那人家郭文贵都把证据都摆在我们桌子上了 我都没一个一个跟你说就说了你一笔 你还这样啊 谁爱钱谁把那个钱进去的钱改成有钱的钱 有钱就吹哨的人吹黑哨的人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说我认识王晶 我在香港帮大款专门跟大款打交道 我根本原来不认识香港任何人 不认识香港任何人 只认识香港新闻界的几个记者 其中有一个陈阳我上次说了 他这次就不敢提陈阳 不敢提陈阳 一个陈阳字都没提 那么我认识王晶就是因为陈阳承接明报的任务进行采访 钱少呢也帮王晶说话 我这么认识 他竟然在里头啊 刘大伯你记得我的话啊 今天咱俩诅咒一下 你说我收了王晶一百万港币 我才帮了王晶 我说你呢是那么卑鄙 卑鄙就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你呢收了别人多少钱我不知道 但是我冲上天发誓啊 我赵爷拿过王晶一百万 拿过一百万 我出门就不得好死 你呢要是没有这个证据 你再造谣 他说我造谣 刘大伯你记得 你造谣 你出门 你出门也会不得好死 咱们就一年之内看 看你这个造谣还是我的造谣 我就看着你一天一天 你怎么撒谎啊 刘大伯你这个造谣的本事 是这么的无耻 你自己把王晶 先帮助王晶 后来被 你先问我说你 你挨打 你的员工都不知道 你的员工 哪个员工不知道 你在办公室 就差那两个门牙 让人打下了 拿枪顶着你后脑勺 最后让你去找你的股东 你竟然连你的股东都出卖了 你带人去到 到你的股东办公室 到你的股东办公室 人家 他以为 他以为 他以为人家那个股东会怕他 拿着枪就有什么了不起 总参二部的人戴着枪 竟然在香港 胡作非为到如此之地步 刘大伯你挨了打了 你都不敢说 你还在这 你的员工没看见 你的员工一定是看得见的 把你打桌子底下 你自己不记得吗 是不是 如果没打你就到香港法院去告我 你记着 你说我拿了收了一百万的黑钱 我一定到香港法院去告你 你这白紫黑字已经落了 我照言对着镜头说 你记着啊 过了七一我就到香港找你去 刘大伟 你这个恬不知耻 没有半点廉耻 你还说我 我听不懂你 你说话的声音 你那个声音就是四不像 你说你是广东人 广东人哪有你这样的败类 哪有你这样的败类 吃完原告吃被告的 作为一个新闻人 你这样 你去一家就不错了 你还两家通吃 把人家王敬陈阳卖了 你还这样 那个有一个朋友说 让我消了气 我一说这个事 我真的是气有点大 这么不要脸的一个刘大伟 说你前上变前上 没说冤枉你 真的没说冤枉你 这是 这是这个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到一百万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 他说王敬告他八个亿 这个八亿是怎么来的呢 王敬本来跟莫洛克 都有战略上的合作 照片 合影 在钓鱼牌 在这个北京的照片 我都看过 帮他这个说话 你要看文章嘛 对吧 那我都看过 他跟加拿大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大富豪 就是拥有上百亿 上百亿家园的一个富豪 也是一个华侨 那么在一起 有一个战略的投资 就在这个战略投资 要出来的时候 刘大文的广告 他这次竟然又把 王敬我是农民 骗子这个照片 又登出来了 你太无耻了 刘大文 你真的是不要你那个俊脸了 你那个四不像的那个语音也罢 你四不像的那个脸也罢 你真的是不要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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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广东又不湖南的那张脸了 你真的是这样 他说 我问王敬 我说你让他赔八个亿的那个理由是什么 他说 是我们想钱想风 那王敬告诉我说 他给我造成了多少多少损失 就像今天西诺写文章 给给郭文贵造成的损失一样 郭文贵说 你至少让我损失了五十个亿 如果不是阿布扎比那个那个阿联酋那个 国王和王子 借给这个郭文贵钱 让他成立了中华战略这个战略基金 那么郭文贵今天可能就 就是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因为他有这个资金 加上他聪明智会运作 他现在把这个变成两三百亿美金 而且呢 通过两三百亿美金 还操作着中东 中东更多的这个资金 那个那个在这个在手上 就是今天 刘大娃给人造成了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损失 知道吗 连一点悔过的心情都没有 连一点悔过的心情都没有 那么我是怎么 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这个宝生 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我知道这件事以后 那么他这里也提到了 说我是背着韦石搞了这个曾刊 那么曾刊 我没有背着韦石搞 韦石也是同意的 但是里边的内容 对刘大娃进行了彻底的无情的揭露 这是我的决定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记者 作为一个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记者 我不能视而不见 刘大娃的新闻腐败 我不能视而不见 所以把你的新闻的丑陋 你所做新闻的丑陋 吃完圆盖吃背盖的丑陋 我公布于世了 这个责任在我 你有本事你就起诉我 我那天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不起王晶 因为这个杂志印出来 是我因为我说了一句话 王晶当时报警了 那么呢 王晶才同意把那个增刊给拉走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 就是刘大娃 你真的是后脸 毕竟给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你自己不仅脸不红心不跳 现在 现在还说是我让王晶起诉的 我凭什么让王晶起诉你八个亿 如果是我让 我当时就跟你讲了 八个亿太少 八十个亿 八百个亿 对你这样的人 才加两个零才对 那么正因为 他看到这一切啊 他也让那个 很多的那个五毛 那个那个欧洲的五毛 那个小兵头什么的 小兵头那天发誓 你发誓也没用 因为我根本没招你 没惹你 你就天天盯着我骂 你只有一个理由 你就是刘大娃的狗腿 这是一个 二一个 回头来呢 刘大娃就找 找凡是能够认识我的人 在香港能够认识我的人 他都想办法找 找了我北京的两个老领导 到香港去跟我说钱 第一个老领导 我不说名字 第二个老领导 我也不能说名字 跟我说 为什么跟刘大娃前上 有这么一个冲突 我就把这个经过都讲 我老领导说 不能跟他原谅他一次吗 我说怎么原谅他 你告诉我怎么原谅 给人造出那么大损失 怎么原谅 这是七一 其二 陈阳已经没一个慎了 怎么原谅你告诉我 都是因为他出卖 他带着中联办保卫部的部长 就是公安部 驻香港的特派员 去找人家王晶 找人家陈阳 找人家王晶的律师 都是他删的的 包括那个总参业部 原来那个何阳 后来在安全部工作 从王晶的公司 拿起五千万美金 被东方日报给揭露了 到现在这个人还都没抓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抓 那另外一个话题了 找很多人跟我说 我就跟我的老领导说 我跟你工作过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 如果今天你说 我把所有王晶的资料 和陈阳被破案的资料 陈阳在北京被 北京市国安局绑架 以及 王新亮和胡海冲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令计划 还有这个 傅政华 抢走了四家 三百多亿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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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港币 那么你告诉我 你说让我放过刘大伯 我怎么放 我怎么放 香港的股民答应吗 王晶的公司答应吗 王晶在北京 直至今天 傅政华还扣着人家六七个亿 这官司已经快十年了 还扣着人家六七个亿 不还给人家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我说我怎么 我怎么 我怎么给你面子 你不管这个事 也许 也许 你自己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我就跟我老领导说 我说你是不是要我现在 把这个王晶和陈阳的问题 不管了 出卖他们 来换取我自己的利益 他说我没这么讲 我说如果今天我能这么做 老领导 你就记着 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个人找我 问我 赵言 你面对 面对你的老领导和你的利益 我们给你更大的利益 你能不能把你老领导出卖 有一个人问我 这个话的时候 我说你做何感想 这个老领导 我非常尊重他 因为在我人生路上 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我说老领导说 那我就无语了 你把他东西给我看看 我就把王晶整个案子得经过 给他看 看完这老领导说 这哪是 这哪是 这哪是什么什么打官司 这分明就是 胡锦涛的儿子和王兆博的儿子 和傅政华 另一句话 坐了个船来抢钱 说得非常清楚 他从此不在 问这件事 这是关于王晶 第二个 他提到香港另外两个富商 一个叫黄坤 黄坤我不认识啊 东方明珠的石油老板 那我在香港呢 一个是帮助王晶写文章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自己的案子 我要调查 那个张宏伟和香港的 张宏伟以中石油国际部的名义 注册的联合能源集团 就零四六七股票 我调查这些事 他跟着这个成员的那个助理 也是成员的小秘 那个勾结在一起 喘那个国开行的钱 喘了五十亿美金 最后全进他女儿的账号 上去公司没有拿的这笔钱 我在调查这个事 这个时候 澳洲的一个大学教授 给我打电话 说香港有一个富豪 这个叫黄坤 你能不能帮他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帮他 什么事 他就这样来 从澳洲飞过来跟我讲 说有这么一件事 那个是黄坤 因为得罪了梁振英 那个被梁振英 找梁振公署 这个整出很多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不应有的事 我说那就把黄坤先生 这个介绍过来 听一听吧 反正那个博讯杂志 当时也在了 我就想写 写一下博讯杂志 给博讯杂志写文章 事实上黄坤是非常谨慎 他就说啊 你听一听 那个这行 不一定帮我写文章 他是怕 博讯登了以后 这个梁振英 更加的打击爆 那么黄坤的这个 CEO是谁呢 就是原来全国政协委员 也是六哥当年的小兄弟 香港的这个炒黄金炒这个 股指七数的专家 叫刘孟雄 刘孟雄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那刘孟雄呢 还有一个朋友 就叫陈平 是黄坤的独立董事 也是黄坤的股东之一 那么陈平因为把梁振英是怎样 八地中联办 八地统战部 八地这个中南海的领导 八地这个 八地统战部 八地统战部 八地统战部